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我记得我们上次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开始介绍了 出禅定这一边的话 我们可以分什么 是不是可以分禁分跟正行吗 大家以后知道说 出禅定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不是我们挡到所谓的定 是我们一般的 我们的心绪就有定了 我们可以安住在于一个境 停住 我们有所谓的止修 在止修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修定了 我们在慢慢从这个定 再增长增长 到什么时候是禅定呢 在禅定的时候就生起止了 升起止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 是禅定生起 我说初次 初次生起止的时候 等于是止禅定 初禅定的禁分 是不是都跟着升起了吗 这个时候全部一起升起的时候 那我们在初禅定的禁分 这个禁分的用词的意思是什么 才会叫做禁分嘛 所以他的顾名思义 这个禁分是什么 是为了要获得某一个阶段 所以他去除的时候 是叫禁分 那在禁分的时候 我们上次快速的复习 是不是他分什么 他可以分为说初修业者 而初修业者 我们另外一个用词 我们可以说什么 在以初禅定 他就是无所不能的嘛 他可以走向有肉 也可以走向无肉 他是在交叉路口 大家如果记得的 我们在久住心的路口 到最后是不是 他这边有一个分叉 本来是一条路 一条路 到最后的是分叉路 那最后的分叉路是什么 是因为获得了止 获得了关 止跟关 不是一定就走向初世间的 他还可以什么 他也可以走向有肉的 为了要获得什么 初禅定 二禅定 三禅定 等等的这个也可以走向 可是也可以走这个 依着这个什么 去断除烦恼 走向无肉的果味 这两个他就是有一个分叉的 一个路在这边嘛 那所以我们在 禁分的时候 唯一可以走上无肉的 期间 或者唯一可以走上无肉的 可能性的禁分是什么 是初修业者 或者我们讲说无所不能 初修业者也好 无所不能也好 就是在这个阶段 那如果他走向有肉的时候呢 是什么 是从初修业者转变什么 初修业者转变成后面的 我们讲说了 了向 圣洁 远离 色乐 观察 嘉欣究竟了 和这六个阶段的 不同不同是不是 它等于是什么 是在对治 世间 修到 所能 断除的 欲界的粗分的烦恼 因为我们是以初修 我们是以初禅定来做为例子 大家不要说所有以后的禁分都这样 没有 我们现在是在以初禅定的禁分为基础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二禅定的禁分 二禅定的禁分到于什么 到于 我们讲说了向的时候 它是对治什么呢 或者是说 它的圣洁 或者我们讲说 在于远离的时候 那个远离是对治什么呢 它就是对治了 世间 修到 所能 断除的 初禅定的 烦恼了吗 是不是它是 依此类推 依此类推下去来讲的话呢 那 我们就 我就不再细 我们上次 我记得我们有复习的话 我们从什么 从 了相 到 嘉行就禁吗 这中间是不是 是所谓的 有肉的 初禅定的禁分 什么有肉呢 为什么叫有肉呢 因为它是 为了 可以 再次 身在 轮回当中 而去 努力 而去 修持 修持什么呢 想要把 下下界的烦恼押制 才可以身在 上上界 它是下下界 看成为 过失 上上界 看成为 殊胜 来讲的 来讲的 去做这样一个 修持来去做的时候呢 而 它到什么阶段 获得正行呢 我们就说什么 它获得了 加行 就禁的 过 加行 就禁的 过 也就等于是什么呢 也就是等于 它获得了 初禅定的正行 和 我们应该是 上个礼拜应该是 讲到大概是 这个阶段左右吗 和 我们是不是 我还记得一个问题 我们 我再次跟大家讲的时候 和 我知道大家有些问题 我们再来 让大家问的话呢 那 我们 紧接着这后面 福政大师 是不是提出一个疑惑 说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呢 那我们不会有一个 烦恼净分 不会有一个烦恼净分 为什么没有一个烦恼净分呢 因为凡事净分的话呢 是一定要离开烦恼的缘故 是为了对峙烦恼的缘故 所以没有烦恼的净分吗 那 我们 上次是不是 这个在这边 没有任何的过失 也没有任何的疑惑 可是 我们会做一个什么比较 可是 后面 这边会讲到有一个什么 有叫一个 烦恼阵型 所谓 因为为什么这个烦恼症很重要 或者 这个在 我们以前在寺院也好 或者老师跟我们介绍是什么 是 大家不要误会说 如果是善的心事 它永远就是善的心事下去了 这个是在那时候让我 改变了很多内心的想法 或者改变了很多的思考 不是说所有的 善的心事它就会一直下去 也不是说什么 也不是说什么 烦恼的心事就 永远一定是要烦恼这样子下去 它是可以改变的 它是这个序流可以改变的 怎么说 我们这就是所谓的 在这边讲的 以烦恼阵型 烦恼阵型 不是阵型 大家不要误会说 烦恼阵型就是阵型 它是取名叫做什么 叫烦恼阵型 为什么 因为它是首先是透由 有禁分 修持 升起了什么呢 升起了阵型 而在阵型的时候 因为阵型本身是有肉的 阵型不一定是无肉 它本身是可以有肉 也可以变成有肉无肉 这个来讲的时候 这个阵型升起来 这个人可能会什么 他开始眷恋了 这个阵型 或者说什么 有升起邪见说 这个阵型就是卸托 或者说什么呢 以为说 或者怀疑说 我这个阵型是不是就是 卸托了 怀疑 或者哪些说什么 升起那个我慢 我获得了卸托 或者我获得了 这种的 这种的阵型 比人家好的话 等等因素的话 它是什么 随着刚刚以上的阵型 而去影响那个序流 而这个阵型的后序流 从那个阵型 本来是善的 大家还记得 我们上个礼拜 也跟大家讲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是 凡是禁分 凡是阵型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善的心思 一定是善的心思 在上界本身 属于上界的心思 本身来讲的话 已经就已经是什么 已经就一定是善 或者是无忌了 属于上界的心思 属于上界的心思 就已经是善 或者无忌了 所以我们在说什么 上界是没有恶 大家也因为这样子 上界是没有什么 没有称恨的 上界是有烦恼的 上界是有 有这种的贪 吃 我们所谓的慢 嫉妒 什么等等 这些都有 可是上界没有什么 上界没有称恨 因为称恨来讲 一定是什么 只有恶的 上界就是 他不管怎么样变化 他也不会变成是 无忌的 这个 所以我们说 陈恨是在所有的烦恼当中 最吃亏的 他就是 一起来 他是 造作新的恶业 增长旧的恶业 烧毁之前所造的善业 是不是三者都吃亏了 一个 如果 称心 对自己的师长 或者对自己的同行善友 乃至对 菩萨 一起的话 他是 三者都吃亏了 毕 所有的别的烦恼 都 都为恐怖的 而 在与上界 或者在上界所属于的烦恼 他也有贪 这下来讲 都是什么 都是属于无忌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不是所有的烦恼 烦恼不一定是恶 烦恼可以是无忌 可是他为什么是烦恼 就要回到 不知道自己的网络 是不是给他的定义 他没有说是 恶 大家还记得 所谓烦恼是什么 是 既生起在内心 而使内心不能平静 而不能安详 或者不能安宁的 这个新锁我们叫做什么呢 这我们叫做为 烦恼 是不是跟恶 没有的确的关系 以后大家也可以了解说什么 如果是什么 到什么是烦恼呢 这个烦恼可以使内心的这种的影响 它可以改掉被去掉 或者我们可以说什么 脱胎换骨斑的时候 这个成分去掉的时候呢 这个烦恼 它为什么一定要 好像就说 从 它的序流就要遮止 它或者它的 这个序流 或者这个 一直流下去 为什么不能到佛地 没有原因 它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一般给大家 最容易的 了解的例子是什么 是 我们在讲 维斯派的 它不是有讲到说 阿赖耶斯 阿赖耶斯也是五级的 可是 随着阿赖耶斯 会起一个什么 是有起一个叫 莫纳士 莫纳士一定是什么 莫纳士一定是烦恼 一定是我职 一定是我职 所以 它是要有阿赖耶斯 为什么要有阿赖耶斯 因为它的所缘是阿赖耶斯 但它本身是一个烦恼 什么 它本身是一个烦恼 它本身是一个普德修罗我职 可是 它在慢慢慢慢变 慢慢变 它可以到什么 到最后在佛地的时候 它变成叫什么 大平等制 这个 莫纳士的直流 莫纳士的直流 到佛地的时候 那转名叫什么 我们叫 大平等制 大平等制 而阿赖耶斯叫什么 是我们叫 大圆禁制 在 如果在大家慢慢以后 有看一些的 有关 唯士派 比较唯士派的经典的话 它会讲到什么 佛陀 成佛之后有五字 五种大字 一种是什么 就是 一种叫大圆禁制 一个是叫什么 大平等制 这两个就是什么 这两个就是 之前的阿赖耶斯的直流 一直到佛地 跟一个是 莫纳士的直流到佛地 这两个来讲 所以说什么 烦恼它也可以转变成 一切种子 那同样 我为什么一直在讲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常常讲 跟大家讲说 我们不要把 纸 不要把 官 不要把 禁分 不要把 正习 就看成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 结束的成果 好像或者我说我们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 什么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每次自己来讲说什么 我们不要把说 好像看 看学经书或者修行 看到这个好像就是 有一个成果 这不是 这所学习的经书 所做的修行 所做的什么 它只是一个 阶段性的工具性 我们是 依这个来去 不断的不断的提升自己 不断的去修那些 真的的果是什么 是在成佛的果 而不是说 好像我获得了纸就可以修行 获得了官 就可以修行 乃至我说什么 从更 一个阶段来讲 我觉得说什么 就是我们那时候 老师也一直跟我们讲说什么 现在不是说 获得格西就是一个 一个终结 反而什么是 获得了格西才有 更多的工具去更多的学习 一样我们说 我们所学法的原因 大家会来学法 或者有花这个时间来学法 也一定不是会觉得说 我要为了什么文凭 我说如果为了文凭 我也不会在这边这样子交流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去了解 去修持 而可以得到的 所以我们才去修持 那我们在这个修持的时候 也一样 是什么 我们知道说 这不是有一个